我怕你沒有聽嘴 坦白講我非常生氣 不可以把國家的基層公務員叫到議會來 那叫他自己要讀他 他寫了那個波文 那在那裡極盡善笑羞辱 這個我非常生氣 他們說國家的公務員 他不是你議員作秀的工具 這個是一篇跟機車有關的文章 來這科長今天有來對不對 我今天讓你發揮你的言論自由 你把你推文的內容念出來 推你啦 我自己機車騎65年 完全不支持代轉大富翁 他們用那種絕青派的煽動手段 來討論交通管制問題 根本很噁心 而且你仔細去看 他們是不是針對某些顏色執政的縣市 是不是比較少去抗議 呵呵 來交通局的長官 機車路權團體 是不是我們交通局業務合作的對象 是不是我們有徵詢他們的意見 是諮詢他們的民間團體 對不對 每個月有開會 結果你的科長在網路上說他們是根本很噁心 匿名的 在網路上上班時間說他們根本是很噁心 來下一張 來科長你的言論自由 胡偉科大情侶車禍網機車左切塊 你把你推文的內容念出來 對你啦 一堆害死人的入圈仔 你們交通局的業務諮詢的對象被你們科長在網路上面說 他們是一堆害死人的入圈仔 來下一個 再下一個 時間有限 這一句 來 科長 請問你在講誰 講CHIP 講CHIP 你講他什麼 我說公關公司就承認了你還硬要嘴交通局 來交通局你正式的對CHIP這件事情的公關稿 你是怎麼說的 後來公關公司已經跟CHIP這邊溝通有落差造成的 不是我們交通局沒有提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交通局絕對沒有提說機車一樣大小車沒有提這個部分 結果你的科長在上班時間來下一篇 在上面發一篇文章 在帶風向啊 匿名的帶風向啊 在下面來下一張 在匿名的推文帶風向啊 說CHIP是有顏色 看顏色 說CHIP不敢嗆其他縣市啊 在講台北市交通局這幾年做得最好 好棒棒的 這件事情我以上舉的這些你們都是調查範圍內嗎 你們有沒有查到 有沒有 有沒有 這簡單問題吧 沒有 來下一個 2018年11月23號選前一天下午3點上班時間 來這位科長在上面說什麼 在網路上面發文 發館長用力幫科P吹票 幕僚如何跟科P互動 蠻值得一看 這一點你們有沒有查到 有沒有查到 我們在前一天 他有另外一個在10點的時候有發一個請大家參加那個 選前一天啊 上午發一篇 上下午發一篇 一整天都在幫市長拉票 上午發那篇是要什麼 要假動啊 科粉假動 對不對 對不對 這你們都不知道 剛剛那個你不知道 沒調查到對不對 來下面 我請下面下一張 下一張 來科長 你在選前一天幫科P拉票講什麼 對啊對啊 你的言論 淺藍淺綠深綠的朋友幾乎都投科 這是第一篇 然後第二篇是我現在吃午餐 都說藍綠都有在爭執 但是都說選科 很認真在幫科市長拉票喔 這有沒有違反公共人員行政中立法 有沒有 所以我們在考機會上有考量這個部分 你都不要這樣考量去記載 所以我剛剛這些期的零零種種啊 攻擊百姓啊 攻擊路權團體啊 違反公共人員行政中立法 零零種種加起來就一隻小過 這就是你們的價值觀 來 下一個 2020年3月18號早上10點了 上班時間 你在PTE上講什麼 來 科長 你的言論自由 王大議員好大 真的 好大的威望 原來社會局長被逼退這個新聞 背後的議員就是王浩 新聞壓了還真久 不管是柯P酬庸佣張藝善 或是議員關注的人事 都是欠罵欠狗啦 幹 上班時間去說我們議會王浩議員是社 背後社會局長被逼退新聞壓了真久 這個你們有沒有調查到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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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到 來下一個 這篇 這篇是從一個王浩議員 他在國外發了一篇文 他隨科市長出國 然後呢 他這個發了一篇文說我們科市長在外面的演講 講的不是很好 的臉書文章 這位科長來 你在 你發表你的言論自由 在上班時間 10點39分 你說了什麼 我說找個議員出國去扯台灣獲得 這議員還真有臉 議員在公開的地方 王浩議員在公開的地方 據明批評台北市的市政 這是他的工作 你們的科長 在網路上上班時間去虛他 下面一個 你說王浩議員怎麼樣 你們的科長在網路上面自動自發義勇軍 來下一個 檢數培議員 監督大巨蛋的時候 你在上班時間用我們的公務的電腦 批評了檢議員 你怎麼批評他的 我說檢七段真的很愛搞這招 來下一個 選舉前 三年前選舉前 10月23號的時候 你在上班時間 你在網路上 跟大家精闢的分析選情 你怎麼講 林亮君也好啦 可以拉下眼肉方就爽 梁文傑我還勉強 就像大安文三 也是只要拉下結束可以就爽 然後中山大同 大安文三連續 勉強投個實力啦 不然就都給圓肉方選出可以這種科黑當選人 上班時間在分析選情帶風向 結果你三年前做的工作是什麼 來科長請教一下 你三年前做的工作是什麼 記得吧 不會不記得自己的正職是什麼吧 三年前應該是紀證吧 然後在這三年內 然後在這三年內 就升到科長 下一步就是副局長 對不對 這些以上種種 所有的 明確的違法的 而且情節重大的行為 你們給他一支小顧 人事處在不在 一座 這是平時烤機是不是 跟一座報告喔 就是說 就是各機關如果 對 是不是平時烤機嘛 這個是平時烤機嘛 這個是平時烤機 對那平時烤機 是不是可以公過相抵 是 公過相抵 一個小過是不是兩支加獎可以抵掉 三支 三支加獎可以抵掉 這位科長今年已經寄了幾支加獎了 是不是寄了四支加獎了 這個部分可能要請那個就是 交通局 是不是 這科長今年已經寄了四支加獎了 剛剛的事處已經告訴大家了 三支加獎可以抵掉一個小過 你寄了這個過 對於這科長根本沒有任何影響 這叫懲處 這叫懲處 最後 資訊局 你說你沒有辦法調查說 這些帳號背後的人是誰 對不對 那你們能不能調查他們之間有沒有互動 有沒有群聚 第一組的意思是從IP的 對啊 就是這些IP跟這些帳號 這些公務電腦連上 我們請那個我們資安處的中心 資安中心主任 宇宙好 我是資安中心 謝主任好 那個 跟宇宙報告一下 我們針對的 只能針對這個IP 他是共用IP 從內網特別去取得這個IP連網出去 然後取得這個連網 出去的這樣子的行為 確定他的可能機關在哪裡 再去回規到他的設備 所以你沒辦法從他的時間 跟他上網的行為去判斷他們有沒有群聚 對不對 對 我特別普通說明一下 我們是 沒關係因為我時間有限 不過我在這邊告訴你們 他們有群聚 只是我還沒有辦法 因為我手中沒有足夠的資料 讓我去查出這些群聚的行為是多還是少 來下一張 這個三期警戒延長到7月12號 去年齁 去年的新聞 去年6月下旬的新聞 發文的Peter Lu 是不是觀傳局的那位送信科學員 是 Peter Lu在上班時間發這篇文 下面勾引90去呼應 勾引90是不是會展基金會那個臨性員工 怎麼這麼巧 北市府的員工上班在PTT上摸 然後還摸到同一篇文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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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麼巧 下一個 北農的新聞 在去年7月份的時候 上班時間交通局的林姓科長 在八卦板上面發文 下面勾引90去推文做呼應 怎麼這麼巧 都上班時間摸魚 一個在交通局 一個在會展基金會 摸到同一個PTT網站的 同一個八卦板的 同一篇文章裡面去 這個是現在社會在質疑的事情 我一個議員 我才7個助理 我都查得到這些東西 結果你們 這麼多單位 這麼多人加起來 什麼都查不到 市府到底是真查還是假查 是真查還是假查 是不是打假球 有查到的部分 不痛不癢 計個功過相抵 就結束了 班爾 正部 2 3 3 5 1 2 2 E